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次跟大家講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 很多人都有機會慢慢 見到,甚至接觸到 距離有些人覺得 身邊也有見過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腦退化症 腦退化症現在有一個 最新研究,原來 有50% 導致這個病是由14樣東西 引致 更加說,原來經常喝一件事 都很容易會中招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可能或多或少,因為尤其說到現在 這個病 腦退化病 有人說認知障礙 越來越年輕化 不知道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有沒有認識的人 是會有 這個病 開頭你會覺得很可怕 慢慢 其實都越來越 好像 陌生 因為聽了很多東西 也都開始慢慢 有些認識 因為科學家一直都在想 找一些 原因 究竟 有些什麼 會導致 這個病的出現 其實這個病一直都很神秘 好像一直都找不到一個答案 你說傷風咳 發燒喉嚨痛 那些就或者會知道 治病的原因 因由在哪裏 現在 就有結果 這個研究可能 對於 預防 是一個非常之有幫助 說到腦退化 當然人就覺得很可怕 其實 其實如果去講一下 中外 或者香港 也都有一些名人 知名的人 人士 海外也都有一些 知名的人士 都患有這些病 例如 李翰琴 他 在晚年的時候 也都被 確診 這個腦退化 另外 布斯維利斯 他也是患 證實幻想了這個腦退化症 其實 所謂的腦退化症 對於有些 朋友來講 覺得很 不知道 不認識 不了解 是不是真的無可避免 只是有些人會覺得 當然 根據現在最新的數字 或者數據 原來引發這個腦退化症的因素 加多了 出現 如果能夠 預防上述 即是 以下的因素 全球近50% 的病例 有機會預防 兼 可以 拖延 好 儘管 看看 究竟 是什麼 根據最新的一個 期刊 發表了 計 2020年之後 確定了12個 原因 今年 再加多兩個 好了 想不到 有分 早期 中期 晚期 早期 原來是這個 教育程度 低 原來 教育程度 高與低 佔 這個 發病風險 率 都有些因素 有5% 都 挺 挺有趣 為什麼教育程度低會有呢 好了 另一件事 到了 中期 因素 中期 因素 這個 也是新增的 因素 高危因素之一 原來可能之前 找不到 不清楚 現在發現到有 所以說給大家 健康的東西 可以吸收到的 學下了解多一點 對自己是有益而無害的 我們有時候偶爾都經常說這些 健康的東西 有人說 來來去去那些 原來 你 預防一件事 可以 減少一些東西 能夠預防很多病痛的 第一個 中年因素 就是 高膽固醇 原來 高膽固醇會有 7%會導致這個 腦退化症的影響 也是屬於 中年來講 最高危的 因素之一 高膽固醇 有人說 我低膽固醇 是不是代表沒有 當然 這是其中一個 因素的 一樣 不代表 我沒有高膽固醇 就不會了 這樣 第二個 我也想不到 就是聽覺的問題 聽覺問題會影響到你的腦退化 亦都跟這個 高膽固醇佔個百分比 都一樣 好了 第三個 就是這個 情緒的問題 情緒問題 其實都會的 經常都說 保持心境開朗 不要說 老不老退化 經常都說有很多病 屈到病 歌仔都可以唱 屈到病 是不是 那 你的心情好一點 對很多 有時候講到癌細胞 原來是 我們不開心 都會有機會導致 身體裏面 都會有些反射出來 所以 經常都說 保持心境開朗 保持心境開朗 有很多 方法 其中一件事 就是可能 見朋友 做一些 活動 運動 這樣 你或者 抒發一下你的情緒 怎樣抒發 不做運動 最簡單 亦都有益 另一件事 就是 創傷性的腦損傷 創傷性的腦損傷 說得 好像複雜 究竟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 例如踢球 經常會 撞到頭 又或者打拳 所以曾經說到 有一位拳王很厲害 他也是患上了這個腦退化 知道哪位 拳王阿里 蝴蝶 蝴蝶布 很厲害 他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 打拳 有個因素是 大家都明白 打拳 有機會打中他的肩膀 有時候說 不要撞到頭 撞到他 撞到他人會傻的 那樣 其實也可能是 因素 除了這些運動之外 有機會可能 大的意外 撞傷 之類 所以 頭 要小心 好好 其實我們身體要好好保管 好好打你 有時候 舉例 踩單車 不戴頭盔 飛著去 跑步 穿一些不適當的 裝備 其實都是啦 什麼都啦 跳水 有些人是這樣 高空跳水 野外跳水 然後 原來 只有0.5米 然後插了 插蘿蔔 是很危險的事 好了 另一件事 如果你能夠 有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 都會迎人而解 在剛才說的那些問題 就是你沒有做運動 如果你有做運動 原來不做運動 都是會導致腦退化的 其實 不進則退 經常都說 你不用那樣東西 就會廢了 我們是不是要動多些腦筋呢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 你想一下 你不做運動 躺平 你的腦有沒有思想呢 你的細胞有沒有運動呢 你的身體裏面 所有東西 是不是會有一個 訓練呢 舉例 你游泳跑步 做什麼都好 走都好 在街上 散步都好 其實 我經常說 你能夠做運動 一件事 可以減低你的 壞膽固醇 消耗 能量 減肥 如果你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你不開心 不要說不舒服 不開心的時候 可以舒緩一下你的壓力 釋放一下 一些負面的能量 我經常說 跑步 放空自我 聽聽不用佛閃 是不是 你怎樣去做這些 放鬆 你放鬆 你跑步 我經常說 跑步是不需要思考的 你注意一件事 注意你的呼吸 等同人打坐 不過你這個 用 跑步的形式出現 另外 你又可以 練一下你的心肌 心肺 肌肉 之類 你不一定跑步 游泳都可以 尤其是現在 你看他的奧運 你立即有些動力 那些人立即有動力 哎呀 我都很想跑步 我都想做什麼 學他 張家朗這樣 咚咚咚咚 之類 沒問題的 不要有三分鐘熱度 持之而行 Discipline 經常說 一個運動員 最需要 最需要的東西 除了毅力之外 就是紀律性 你要 好 保持著 你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 其實每一個運動 每一個鍛鍊 其實對自己 都是一個挑戰 你 舉例子 我做健身 這樣 哇 好累 還有兩下 插上去 這些 紀律性 好了 還有 食煙 食煙 原來 食煙的百分比 比起那些 聽力的問題 都還要低 但是不代表 你可以這樣做 好 還有 糖尿病 糖尿病的百分比 亦都是 比那些情緒抑鬱 聽力問題 都是會 低個百分比 但是 原來也是有機會的 所以 人裏面 很多通病 通病 膽固醇 肥 不做運動 就會出現了什麼 糖尿病 高血壓 三高 體肢高 高血壓 之類 還有 就是肥 原來 只是這幾樣東西 剛才我們說的幾樣東西 你一做一件事就行了 就是做運動 你保持有這樣的輸出 就可以抵消 剛才說的 減低你會有機會的因素 你說 不是 我個人 可能 比較 不是那麼樂觀的 不是那麼 容易 看得開的 學做運動 為什麼呢 又或者你多些出去 跟朋友 走下山都可以 因為一會兒我會說 這件事 這件事 也有些關係 還有一件事就是 關乎 原來 大家經常喝的那件事 很多人都喜歡喝 不是說大家經常喝 就是喝酒 原來喝酒 也都會導致到腦退化 當然 不是說 一杯半杯 半年一杯 一年一杯 就會有 過量喝 是 egy 然後喝酒 的 相關 然後 那這件事都會有的 所以 告訴大家 mucho 剛才我提到的 早期 可能 看得到 中年的話 近年 可能是 40歲 後 也很年輕 都已经有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你的生活作息 你的日常生活习惯 工作压力大 吃东西不定时 吃好食 经常吃好东西 缺乏休息 等等 总之就不理自己的身体 所以是很容易出现了 这个问题 步入了脑退化 这个情况 好了 刚才说 为什么常常都主张 那些人出外走走 多些见一下人 甚至乎 无论你年轻也好 中年也好 年纪大也好 多些做运动是有好处的 原来 去到晚年 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导致脑退化 就是这个社交隔离 何谓社交隔离 很简单 就是你不见人 你很少和人交往 很孤立 完全和社会脱了截 这个呢 就是叫做社交隔离 社交隔离 当然啦 你太过热情 有人会害怕 但是 原来因为缺乏社交 会对大脑 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而这种负面影响 对一些有记忆的困难上的人 就很严重 所以其实呢 为什么说这个脑退化 对于这么多人来说呢 原来尤其是老人家 有人说觉得老人家 特别严重 就是因为他少出界 少见人 屈埋 其实你再想回 刚才我刚刚说的原因 情绪抑鬱 缺乏运动 等等 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 其实真的一环九环 所以如果你能够解开了这个锁的话 那整个家锁就可以解除 你本身你喜欢做运动 其实去到一些中年 或者有时候 因为我差不多天天都做运动了 现在 我天天都走去健身 隔日啦 不要说隔日啦 我平均两天 因为我要休息 因为要比身体休息 一个礼拜都起码有四五天做运动 隔不止一泡泡 我看到呢 尤其是早上 有很多老友记 或者姐姐 她们都在做运动 他们都有社交 聊聊天 整班 打个招呼也好 大家在这里 你听一下我说什么 或者你听一下他说什么 有种有声 如果如果你 自己隔一角 很容易出现了一个 负面的情绪 就是你自己还生存 来做什么呢 有些人会这样 这种负面的情绪 我都是只有自己一个的 很容易有些 想歪了 所以 为什么多些出去 做一下运动 拖一下手脚 可能 喂 早上 出去那些公园 看见到一帮 是可能 自同道合 可能不懂的 就打声招呼 见到两次 就熟了 又是你 这么早 然后又很快的 很快就熟了 然后昨天去了哪 就聊聊聊天 自然 还能进入别人了 所以 其实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 还有 就是猜不到 就是这个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都会导致 这个叫做病法 脑退化的病法 还有 这个也是新增一个因素 就是 喪失事力 看不到 可能 喪失事力 也会出现了一个 负面的因素 所以 会导致 有这个问题 出现 所以 刚才说 这14款的事 跟全球 45% 脑退化症的病例 有关 理论上 如何预防 就像刚才我都说了 很容易 有些办法 很简单 这个办法 是不是 其实就 不是说 无法避免 其实你只要肯做 肯 叫做做运动 动一下 甚至乎 不要只坐在那儿 躺在那儿 玩手机 其实你听我们说话 很好的 真的 早上 下午 是不是 那么你 拿着手机 走路 拉着电话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资讯 带给大家 我们走啊走啊 我们有时候 15分钟 20分钟 有时候 说半个钟 这样 不同时段 你真的陪你 做很多东西的 那么你又 在海边 看见那些人打招呼 有多好呢 是吧 那么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可以告诉大家 听 有得足够的 那么只要你肯动就行的了 当然了 不要喝那么多 走 这一样东西 都是很重要 那么今集 分享到这里 那么希望大家 身体健康 下一集 再说 拜拜 拜拜